我前两天呢 在我的朋友圈里边看到这么一个笑话 就只有一个人 他是在大陆 他是在卖二手房的 卖二手房的 他就这样就是 二手房就是中古屋 台湾叫中古屋 他就在朋友圈 他就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 一个女人在哪里过夜 真的 我就发现说 看完这个笑话之后 我觉得说挺好笑的 真的 好像这个女人也没有想到说 哇塞 我终有一天呢 我终有一天就说 我在哪里过夜 居然被这么多人关注 这可能也是这个女人 没有想到的 这个我看到这个笑话 我觉得挺有趣 然后我觉得她 我为什么觉得说 这两天就是大陆这个状况 有点就是 看热闹不嫌事大 因为很多人就是 包括我这个 我认识这个 这个卖二手房的这个人 他画了一个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地图 就是咱们台湾这个形状 然后上面写着 即将开放的 二手房销售区域 无不无聊 打这种嘴炮有什么意义呢 你说无不无聊 天哪 我也太糊涂了 量完体重身高 包包就丢在这里 不好意思 她放在 忘在这里了 谢谢 我来挂 新唇代谢科 现在已经检查好看 好诊了 然后医生给我开了 七张的这个 需要检验的单子 就是我现在等一下去批价 批完价之后的话呢 就是去地下一楼宴去 好 那我先去批价 已经批好价了 然后我这一堆化验 加上我刚才的看诊的话 是280块 我现在去地下一楼B1 去抽雪 我很怕抽雪 请问是在这边抽雪吗 好 我被认出来 为什么戴着口罩 你还认得出来 好厉害 你住附近 对 我住内力 这真的是不能做坏事 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被认出来 然后刚才这个 我去抽雪的时候 他们说化验师吗 不叫 叫什么护理师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人家 他就看着我 然后我就看着他 他就笑笑 他说YouTuber吗 我说对对对 他说我有看你 真的是被认出来 我说戴着口罩 你也看出来 你看我就这样 能看得出来 好厉害 好了 我就是下星期回诊 然后再看报告 那就先回去 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哦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已经回到家了 不好意思 我家楼下在施工 所以说能听到一些噪音 今天的话呢 我上午先去了这个医院看医生 真没想到 真的现在不能做坏事 不能做坏事 我就是已经就是能到了被人家认出来这个状态了 我上次去吃那个什么懒得煮啊 我去吃饭 然后也是我们仨在那吃 吃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看手机看了一下 有一位大哥突然间就讲说 阿丹不瘦 我说哎 对对对对 现在能在外面被人家叫出来啊 我还有点不太适应 说实话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我从来了台湾之后的话 就到了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从来哈 几乎是很少很少能听到有人在马路上叫到我的名字 阿丹 什么的 从来没有 真的几乎没有 邻居什么的也是看到直接讲话 他可能也不知道我的名字 哎呦 但现在在外面有人能叫得出来我了 哎呦这感觉还真的不太一样 然后呢我今天看医生去了 我就是想去检查一下那个 那叫什么 新陈代谢 对检查了一下新陈代谢 因为有人觉得说我的眼睛稍微有点凸 然后说再加上我脱发这状况的话 说是不是这个假装腺的问题 但是我跟我朋友聊天 我朋友就拿我开玩笑就说 哎呀就你这么胖啊 你也不是假装腺 人家假装腺都是瘦 但我还是去看了一下 就一个一个排除呗 我现在就是先去看了一下假装腺 假装腺的话 就等着再拿报告看看 今天的话呢 是棋戏 就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是我先生他是下了班回来 刚才他才睡醒 睡醒之后的话 第一句话就是 小丹那个情人节快乐 我说今天情人节啊 他说对呀 然后我下一句话就是 那咱吃点啥去 情人节主妇怎么可以上班 对不对 主妇绝对是要放假的呀 然后我说那吃点啥去 哎呦我们就坐在这个这边就想说吃什么 就看各种的呀 吃牛排吗 吃烧烤去吗 吃火锅去吗 就想了各种啊 泰国菜去吗 想了各种 不知道吃什么 我真的是有选择困难症的人 我真的真的是这样 你说紧张不 刺激不 啊 就是我每天就紧张这个 紧张这些 是不是 跟大家都差不多少啊 紧张晚上吃什么 我们家所有的节日哈 就是像什么 呃什么 哎呦 接下来的父亲节 其实我知道父亲节 我还想说给我老公定 过父亲节 我们去定位吃那个喜马拉 因为我女儿说是喜马拉 这打上个月吃完之后的话 我女儿对喜马拉这狂热了 就一问他吃什么 他就说喜马拉 好吧 那我想说我就那个父亲节 吃喜马拉 我已经定好胃了 我想说就跟大家 把时间错开来吧 因为我想说可能假日的话 都是这个 就是大家族可能会聚在一起啊 就是假日休息的话 才比较方便 那我就别跟人家抢假日了 所以说我们家定平日出去 打算平日去吃 呃今天的话呢 哎呀 研究半天也没研究出来吃啥 我估计十有八九啊 就是又去我们家后厨房 去吃贵族世家去了 我们家每次在不知道 去吃什么的情况下 啊 就是这几个选项 贵族吗 要不然港踏吗 反正就是哎呀 就这几个选项轮流换 大家呃 看着我这个影片的这个老朋友哈 知道我 我是比较喜欢吃这个 叫什么 我是比较喜欢吃这个 自助百惠的 对 我是看到东西多 我就高兴 就是年龄上来了 说实话 我的战斗力啊 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真的不如了 别看说哎呀 能吃这么多东西啊 像上次我吃那泰国菜 我们家不是点了一大桌子菜 对不对 有人说哇 就是真有福气 一下能吃这么多 不行了 就跟小时候比 跟二十来岁的时候比 差多了 我说实话 我是来到台湾呢 才爱上这个自助百惠 台湾叫什么 吃到饱 对不对 我还吃过这个什么 旋转火锅吃到饱 还有什么 168 168吗 还198呀 小火锅吃到饱 对就这种吃到饱 其实你看我都赶上了 我就连我老公一开始带我去 那个旋转火锅吃到饱 我觉得挺有趣的 那早就绝技了 是不是没有了 桃园这边早就没有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什么 小火锅吃到饱 168呀 198什么的 然后就是各种吃到饱 真的我 我在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我看我们家 桃园有一个叫什么 历燕 就我们中立那边有个历燕 我家都整本整本买卷 港踏 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吃港踏 也是整本整本买卷 然后在我女儿出生的那个前后那段时间 我也是常去那个想吃天堂 那也是有点 就这几样都有点吃到有点够了 所以现在都很少去了 这个月的话 我原本这个月的话 其实我是要计划想去吃新叶 因为有这个粉丝朋友 网友朋友就跟我推荐说 新叶也不错 价位也适中 然后呢又是日式的 很多好吃的 我改天我再去打卡新叶 老公我们要不要去板桥那个牛排馆 对啊 不知道 会不会有位子 哎呀 我上次不是说我想去吃那一家 叫啥来着 哥 叫啥来着那叫 反正就板桥那一间 我也是看人家在网上分享的 说这一间好吃 萨拉爸丰富 我真的我发现 我不是说一定要吃多少 我真的是好像东西多 我就高兴 看到东西多 我就高兴 所以说 有人问我 今天我还在问 紧张没啊 这边演习了 紧张没 我有点紧张 说我今天晚上吃啥 真的是这样 又有人问我紧张没 我真服的 我可能这件事 还要再被关心个三四天 老公他没有演习几天 三天 三天啊 那我可能还要再被关心个三四天 这件事可能才能过 这几天的话 但说实话也打脸了 之前就是跟我说 那个什么 什么做的 全国上下坐等统一 这个人 就是也没再跟我说话了 他也没好意思来关心我了 真的是这样 然后 那我就再等几天 好了 那我也不坐在这闲聊了 我家要去吃饭去了 就是每天真的都想破头 真的作为家庭主妇 煮饭的煮 这个主妇 真的我每天就是为做什么 吃什么 真的是愁 愁坏了 我听这个网友朋友跟我讲说 这个现在还有白带鱼跟猪家鱼 可以选择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吃这个 白带鱼跟猪家鱼 好了 我改天的话去市场 我就逛一逛 如果看到的话 我会买回来 好了 那我们现在去吃饭啦 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拜拜 记得订阅阿丹的频道哦